郭文貴先生 郭文貴先生 我看這個 你說 你說 有一件事情我要說 他們在做什麼 可能這個新聞挺有意思的 就是國際刑警組織重新選擇 是 是 Interp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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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中國入了 我們知道孟宏偉入了監獄 判了13年 現在中國選擇的做執筆 這個人叫胡斌侵 應該是獨侵 侵州的侵 胡斌侵 這個胡斌侵是中國天網的負責人 是的 是的 互聯網控制的天網負責人 這個時候我看到很多報導沒有提到 只是提中國有什麼事情 其實它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真是中國天羅地網 娛樂控制天網 天網負責人 所以這個就等於 要將這種互聯網控制 引入國際組織 很恐怖的事情 外邊注意得太少了 外邊注意得太少 現在外邊對中國的互聯網控制 還有什麼其他東西呢 其實認識很少的 因為現在不僅是互聯網控制 現在是手機網 整個移動網全部控制得很厲害 你試試手機打兩次 在微信打兩次 就算是 現在好像連包子 中國的語言被弄成這樣 又是真的很恐怖 現在美國 你知道美國那些社交媒體在仿照中 你知道前一段像這個Kyle Rittenhouse 在他還沒判之前 全部互聯網那些社交媒體 說他無罪 那個 說他無罪 他後來真的無罪 那些人真的很火灌這個事情 如果說無罪 那些互聯網的人說 給你黃標又不給你收入 就只是這樣 我們說不怕 我們沒有收入的 理得他那麼多 沒有人黃標我們 真的很恐怖 我想著這一套以後揭出來 我們都知道 大量這些互聯網 這些社交媒體的中間 好像YouTube等等 大量中國來的技術人員 我都是美國方面要調查 中國來的技術人員 怎樣將一套中國互聯網的控制制度 搞了給美國人 這個真的要知道 現在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那個經濟問題 那個經濟問題 講到最後 中國那個經濟是很重要的 對全世界來說是很重要的 美國更加不重要的 這兩個齊齊出事 我覺得這個有一種完美的泡沫的爆破 這個完美的 這幾天 個個都開始擔心 我覺得Jimmy Diamond這次 這個人去 是有一個危機 要危機處理的 有一個危機處理的 有出了大問題 但是沒有人說 大家都掩著不說 因為他們那些人很受問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大的事 接下來大家掩著那些股票 真的要想一想的 或者換回日本 這個這件事 現在都開始知道 今天股市就證明了 大家都在同樣的想法 我沒有比任何人厲害 但是大家的恐懼是一致的 但是就不要放假 說一會是聖誕 這個人就忘記了拋 這個股票 如果你不拋 可能會跌得很厲害 以前不知道的 控制不了 美國完全沒有準備 中國又沒有準備 我不買股票的啦 但是我的貨幣放在那裡 那它縮水我一點辦法都沒有 不斷縮水通脹 你沒有辦法的 就是我們的退休金全部在貨幣上 那那些401呢? 那些401買股票呢? 在那些全部都是 當初公司的規定 我的401、我的退休金 全部在那些共產金上 股票店我沒有辦法的 你又不能天天去那些共產金 你越來越虧錢的嘛 那些共產金都是買股票的 那些共產金 是啊 所以這些是大家 就是說這個事情很多人說 我們又不入股票市場 不管那些什麼不管 但是美國現在的經濟問題 第一受選擇是下層階級 下層階級、中產階級、普通人 上邊的人第一個有錢 第二個總有辦法 下面的人看著眼看著 看著自己的錢在那裡 現在我這幾天出來 就經常去餐館吃飯 那跟那些餐館的人聊一下 那些餐館現在就真的很痛苦 升價還是不升價之間 很痛苦的 成本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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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現在怎麼辦呢 減人了 那我昨天跟那位 廚師說起身就說 就是說要做呢 那大家做多份 只有一個人做兩份 原來 都沒有時間跟那些 那些客戶吃飯 昨天說回來 就是要珍厚 大家都要 叫做 現在美國很多工作都沒有人做 美國現在不是工作崗位短缺 很多是那些 政府又給回那些失業救助 然後老闆就找不到人 接著又不打疫苗 就不准開桌子那些 就真的激傷了 整個美國運輸出了大問題 就是 出都不准開 加州 那就長灘的東西運不出來 哦 所以這樣 他們說反而在東岸這邊 Florida那邊的港口 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港岸的港口沒有問題 是完全沒有問題 Virginia也沒有問題 Virginia那個 因為東部最大的深水港 波提摩和Norfolk 都不是大問題 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是長灘 就是長灘主要是中國運來的東西 就是在加州塞了長灘 那次我們去那個studio 都看到後面堆積不上了 那些貨櫃 所以現在就怎麼說呢 東岸變成 我這幾天在路上開車 都看到東岸的truck很忙 原來多很多 為什麼呢 就很多亞洲來的貨物 就走巴南亞運河 就過來東部那些港口 就沒有那麼壞 是 這個是人為災難 這個完全不是天而自然 所以人為災難 搞得那些東西都升了價 什麼都升了 真的 是 是 就是不可以賴中共的 這個這樣的東西 這個運輸問題是美國的 這個賴是拜登的 不可以賴中共的 哪裏有賴中共的 第一個是賴加州的州長 那些什麼 拜登政府和加州的左翼政府 是賴他們的 又不見到佛羅里達 塞住 我們Virginia都沒有塞的 就是Norfolk 這麼大的港口 我們沒有事的 我前一陣子去到 沒有看到任何集中箱堆在那裡 就是那個堆 正常也有 正常 正常 都是正常 沒有說哪裏港口 都塞了幾百條船 這個就是左翼政府造成的 Long Beach主題 Long Beach Long Beach Long Beach很厲害 Long Beach 落很多貨的 就是中國來那些貨 就是去Long Beach 他買了 他買了Long Beach 所以那些貨就落回自己那裏 那落回自己那裏 反而在那裏 就請不到人 可能那些人工低了 那幫Union那幫人 反正有救濟金 他都廢時上班 現在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所以那裏找不到人上班 是 那些現在 24小時運 但問題就是這樣 他現在升了工資 找些人 那些 truck 那些 truck 很多是independent company 來的 那些 trucker 那些 trucker 就很有意思的 美國的大卡車司機 很多是自己有個貨車 自己和合同運的 那些合同運的人 那些人 差不多個個都是trump voter 來的了 是嗎? 是啊 那些 trucker 很有意思的 就是 後來去調查 發覺為什麼個個都這麼柔 第一個他小生兒人 他自己做了 真的 借款很貸款 買一架大 truck 他這樣開車 是不是? 交易程度一般比較低 那天天在車裡沒有其他樣子 聽一些talk show 哦 右派聽說 那些Rush Rimbaud 那些 trucker 很受歡迎 就是他天天都聽 因為talk show是右派 主要是右派 天天都自己在車裡聽 聽到 都變成了右派 挺有意思的 嗯 好 那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有沒有什麼補充呢?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今天這幾天的新聞 都比較淡過節 是啊 好 那今天星期五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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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補充一次新聞 又有台灣國會代表團 六個眾議員去了台灣 六個 第三次了 六個眾議員 六個眾議員 又有一部分 跨黨的 我聽說 跨黨的 跨黨的 民主黨好像有三 就是 民主黨有四個 就是 就是這個第三次 六月份去了一批 前幾個星期去了一批 現在又去了一批 所以現在就說 就是 那些議員說 這個是以後變成正常的來往 嗯 他們是不是因為賣武器呢? 這批跟賣武器有沒有關係? 賣武器就這樣 不用議員去都可以賣武器 那些是大問題的 就是這麼高調去到 就是表示一個姿態而已 是嗎? 中國現在不說了 中國那邊打台灣的那些聲調 都下來了 是 我聽說 我聽台灣說 這幫人去到 就都有好處的 就是你知道很多台灣的 很多台灣人在美國的 很多台灣的 就是美籍台灣人 那他們就有渠道就抑反他們 是 我知道的 就是無論怎樣 總之台灣現在站著 是啊 不錯 現在那個聲勢挺好的 而且國防我看它都挺好的 那這次又說去日本 就是這個支持是真的 支持台灣這件事是真的 可惜我們香港就不能支持 如果當日如果有香港這樣支持 就不會搞成這樣 唉 這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再說 下次再題目談了 好 好的 今天來到之後 拜拜 好 拜拜